你用這個 我用這個 大家好 我是阿如 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如何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來解一頁二B 那今天的流程大概是兩個步驟 第一步驟我會先稍微介紹一下 什麼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然後這是slido 那可以先掃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上面提問 那第二步驟的話就會 從流程開始跟各位談談說 該如何 該如何去 建一個 一二B的解題器 然後再去一步步把它實作出來 那我自己大概在一兩年前 所以跟各位在做比起來的時候還是菜雞 就是接觸到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這一場主要會是在 用Hascale來解題這樣子 那第一步我們要先聊聊說 什麼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Functional Programming它的就是從Function來的 那Function是什麼 我們國中都選過 Function就是有一個輸入 它是X是輸入 透過F這個Function之後會轉換成另外一個輸出 那這就是Function 那用圖像來說呢 它就是一個黑盒子 這個黑盒子有一個輸入 可能有很多個輸入 那這邊是一個輸入為翻例 那會有一個輸出 無論你只要丟相同的輸入進去 得到的就會是相同的輸出 那這就是Function的概念 那 那在有一本書中它提到說 Functional Programming代表一種 數學函式來計算的程式設計法 這種設計法避免狀態改變 以及使用可變的資料 那這在說些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副作用 那什麼是副作用 副作用就像謊言 這是《無瑕的城市碼》裡面作者提到的 它是個愛情的騙徒 是個愛情的小壞蛋 你的韓式保證只做了一件事情 可是背地裡可能去偷偷的改變了其他事情 有時候會使得同類型的變數 造成了不可預期的改變 那我們這邊舉個法例 這邊有一個一開始變數是2 一開始我們知道它是2 但是經過一個叫做加2的韓式之後 我們把它呼叫之後 我們會發現說這個x改變了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稱為是副作用 那這個就不會是我們希望產生的結果 但是我們要如何修改它呢 我們一樣有一個變數是2 這時候我們的韓式改成 它會變成回傳 它會有一個輸入一個輸出 那這個add2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黑盒子 它做的事情就是把輸入 無論什麼輸入都把它加2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原始的2就沒有改變 那這就是我們期望預期的結果 它沒有副作用很棒是我們想要的 那除了這個特性以外呢 剛剛的影年中有提到還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每一個東西都是韓式 韓式是具有最高優先權的 那韓式可以是被傳遞可以被回傳可以被指派 韓式可以做任何事情韓式就是主體 再來一個特色就是說資料是不可變的 比如說我們不可以對I做I加E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那所以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當中 不太會看到for這個概念出現 但是我們會使用地回的方式去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當資料被生成之後 它狀態不是不可以被改變的 你不可以對一個不靈指取false 不靈指取not 你也不可以對I做I加E 這些事是都不會發生的 好 那跟各位分享這個可愛的貓貓 這是在瑞典拍的 好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 目前有問題嗎 沒有 好有問題可以先傳來這個Sightle上面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到我們要如何 我們要如何做一個EA2B的解題器 那先談一下什麼是EA2B 它就是兩個玩家 可能是玩家的電腦 或是玩家對玩家 一個猜體 一個心中有的謎體 一個猜體 比如說我的密碼是4271 那玩家猜說1234 這時候有密碼的人就會回答EA2B 因為當中的2在相同的位置 那1跟4有出現 可是他們位置是錯誤的 就稱為 這個就會回答為EA2B 那我們來舉一個猜體的完整流程看看 假設我的密碼是9527 當玩家猜說3472 這時候有7有2 可是7跟2位置是錯的 所以會回答2B 再來猜說2064 2有出現 可是位置是錯的 所以也會是1B 今天猜9748 9的位置是對的 7的位置是錯的 所以會是EA2B 1547 5跟7的位置是對的 所以是2B 1349 最後才有9527 最後才有9527 這遊戲就結束了 那 這個 裡面的sword code跟slide 都會放在Github裡面 那slide裡面也有這個連結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知道遊戲怎麼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流程圖 我們怎麼樣機器來猜出 1A2B這個 來解1A2B這個問題 第一步驟我們先創所有可能的資料集 合法的資料集 再來我們去資料集當中 隨機挑一個指出來 問玩家說 這個 我猜的這個是幾A幾B 玩家跟我講幾A幾B之後 我會根據這一個輸入 來更新我的資料庫 根據選出來的跟target的回復 來把資料庫當中符合的給保留下來 那 更新完資料庫之後 如果 剩下的資料集 的資料量大於一個 的話 我們會繼續猜 那如果剛好等於一個 就結束 那如果小於一個代表 玩家騙你 他 可能不小心 可能故意的 那就是 有地方出錯了 也有可能是程式出錯啦 其實 好那 第一步驟我們要來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先 討論一下什麼是合法的資料集 那這邊我把合法的資料集 定義為說 不包含重複資源的組合 叫做合法的資料集 比如說1234是合法的 9527是合法的 那12316666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們在後面的資料集生成當中 會先把 不合法的資料集給去除掉 好 那 所以我們第一步要先 先生成所有的資料集 第二步的話就是我們要移除 所有不合法的資料集 那怎麼做呢 好 進到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部分了 我們先介紹幾個小工具 第一個工具是 Nub 它可以移除 List當中 所有 不是 List當中 重複的資料 讓List當中的資料 都是唯一的 比如說這邊有個List 123 123 432 12345 取Nub之後 會變成 12345 它會保留唯一的 元素 那我們這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個特性 當今天我們對 隨機產生的List 做Nub之後 我們來比對說 Nub之後的長度 跟原始的長度 兩個相比 如果長度不相等 代表當中有 重複的元素了 可以吧 所以這邊有個範例 has-duplicate1234 會等於false 因為沒有重複的 那has-duplicate1231 當取Nub之後 1231 會變成123 所以長度為3 那長度3 跟長度4是不相等的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這是一個非法的資料集 它會回傳true 好 下一步呢 我們要 生成所有的 合法的 我們要生成所有 有可能的排列組合 這時候透過 has-code裡面一個 方法叫做 replicateM 它吃兩個輸入 一個是integer 一個是list 它會對list當中 取出所有可能的 排列組合 例如說這邊 1到5 取四個元素 所以它的回傳會是 111 112 55 那很明顯的 這個有重複的元素 是我們不想要的 是我們 我們不想要的 組合 所以 我們可以對 這一個輸入 等一下講 所以 第一個是replicateM 它可以排列出 所有的排列組合 再來 有一個東西叫filter filter 是兩個輸入 第一個 是一個 判斷條件 它可以是一個 function 前面有提到 第二個 它吃你的list 那 我們第一行這邊 它就是說 我想要取出list當中 所有大於5的元素 那 所以1到8之後 它就會只保留678 所以第一個這個它會 filter大於5的1到8 會回傳678 第二個 它 我們也把它看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filter 第二個是要保留的條件 第三個是輸入的list 我們要保留的條件是 輸入一個x 判斷是什麼 判斷是 x的長度大於2 是想要保留的 所以 4個a 3個b 2個c 當中 2個c我們不要 因為它等於2 因為它等於2 所以我們會保留的是 4個a跟3個b 在經過這個filter之後 就會保留4個a跟3個b 好 我們有這兩個工具 我們還缺了一個工具 我們要把它組合在一起 我們的filter filter搭配 這邊有個括號是 我們想要保留的 輸入的list是什麼 輸入的list是我們剛剛前面生成的 所有的排列組合 我們對所有的排列組合當中 一個一個去檢查 什麼會留下來 會丟進來這個函式 這個函式問說 沒有 重複的元素 我們會想要保留下來 所以 我們組合了filter跟replicate m之後 還有前面做的has duplicate 我們就可以把 有重複的元素 從 有重複的元素變成 我們想要的合法資料集 好 到這一步我們就完成了 生成所有的合法資料集 好 那下一步就是我們要去檢查a跟b 在檢查a跟b之前 我們先提一下 Tesco的表示法 這兩行 就是怎麼去執行 那這一行他去定義了 sum這個函式 sum這個函式 有一個輸入一個輸出 這個輸入是list of integer 輸出是integer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我們有一個輸入是list 所以我們的sum必須有一個輸入 sum必須有一個輸入 那當sum的輸入為空括號的時候 會回傳0 所以我們如果直接執行這一個案 他就會吐0出來給你看 那我們今天想要對sum做的事情 是我們想要把list當中的 每一個元素都加總起來 我們會需要這個x.xs這個表示法 他做了什麼 他會假設說我們的 我們做sum123 他第一步驟 list不等於空括號 所以他會先去把 e抓出來 這個e就是這邊的xs 剩下的部分不管多長 他就是 e是x 剩下的是xs 所以他會去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會去把e對應出來 剩下的給後面的去處理 再來 sum23 就是把2抓出來 2就是x 3就是xs 他會把它2加上sum3 那3去加上sum 空括號 空集合 那這個空集合我們這邊已經定義了 它是0 所以 他最後就變成 他是0之後 他就會把它全部遞交回去 那 這個概念也是在 Functional programming當中很長 運動到的概念 因為我們 沒有IKI加1 這件事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這樣的方式來 達成我們想要做的地回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 x冒x在幹嘛了 也可以稍微 也了解得到 稍微了解到 呃 表示法怎麼做 那我們帶來要談的就是說 呃 如何計算 A的個數 先從A開始 因為A比較單純一點 好 那怎麼計算呢 我們有個Function叫checkA 它有兩個輸入 一個是list 另一個是list 最後輸出一個integer 那我們就想要比對說 這兩個list當中 有幾個元素 是位子對 數字也對的 那 中指條件就是 當兩個list都是空的時候 他就會傳0 那他每一次在做的事情就是 他去checkA 他會把第一個list的第一個元素抓出來 第二個list的第一個元素抓出來 來比對 如果兩個元素相等的話 我就去1去加上剩下的部分 如果兩個不相等 我就直接往下走 好 我們來看一下範例 假設我們有個checkA 4271跟1234 第一步驟的時候 我們的x會是4 y會是1 所以當4不等於1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指行checkA的 剩下這個271跟234 那再來會比較說 兩個2相等 所以他會指行x等於y 1去加上剩下的部分 再來7跟3不相等 所以check14 再來1跟4不相等 check兩個空括號 所以這個中指條件在這邊有 所以他 所以最後就會 這邊就會回傳0 然後他就會一步一步遞回去 那最後答案就會說 其實checkA 4271跟1234的檔位是1 那這個就是checkA 運作的方式 好 那再來我們要談談怎麼檢查b了 檢查b的話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一些元素 第一個是相減subtract 他的做法是第二個元素 減第一個元素 subtract35的話是2 那subtract63的話是-3 相減而已 再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想要檢查list當中 有沒有出現我們特定的元素 他叫element element element 當element有出現在list當中 會回傳true element沒有在list當中 會回傳false 那這個表示法代表1到10 所以14沒有在1到10當中 所以會回傳false 那第三步我們要把 我們想要計算list當中 符合特定條件的個數 那我們會用到前面的filter 回憶一下filter大於5 1到8會回傳678 三個元素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這個list當中 有幾個元素是大於5的 那把這兩個東西組合在一起 就是lens的filter大於5 1到8就會是3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喔好 1到8這個list當中 有三個元素是大於5的 可是這個韓式想做的 再一步呢 是map 這是一個高階函數 那他做的事情是 他做的事情是 呃 他吃一個 function 跟一個list 那這個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會去把 這個list 每一個元素 丟到square裡面 square做的事情就是取平方 所以我的list 從1到5丟進來 取square之後 他會回傳 1491625 這是map在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有了這些工具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看 怎麼來計算b 計算b的方法是 呃 我們先去計算出兩個list當中 都有出現的元素 不管a不管b 兩個都算 那計算完之後 我們把a減掉 剩下的就會是b了 所以呢 我們第一步驟要先去找出 兩個list當中都出現的元素 我們透過 map 呃 兩個輸入當中 有幾個重複的元素 怎麼做這件事 我們先去比對 有沒有 都出現 假設我們的f1是234跟524 他的map ys 這是一個function map 做什麼事的ys 所以他會把ys 一個一個抓出來 塞進來做做看 再把它輸出回去 所以我們第一步 第一步會把5抓出來看 有沒有在124裡面 234裡面 沒有 所以是false 再來把2抓出來看 有沒有在234裡面 有 所以是true 再來把4抓出來看 有沒有在234裡面 有 所以是true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呃 這個list會回傳說 喔好 我的ys裡面的 第二個元素跟第三個元素 是有在 xs裡面的 那再來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想要去計算出 它有幾個 所以就是用到 lengthfilter 那我們把前面的 函式塞進來 看 判斷說 只保留true的 再來計算它的長度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喔 xs跟ys當中 有幾個元素 是在兩個list當中都有出現的 那這個就是a加b的數量 那有a加b的數量 那有a加b的數量之後 我們還要把它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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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是剛剛前面提到的 計算兩個list當中都有的 函式 那 怎麼計算a跟b呢 有一個function叫 checkab 它做的事情就是兩個輸入 兩個list來比對 想要計算a跟b 所以它的輸出是一個tuple 所以對配爾 這是a的數量 這是b的數量 好 那a怎麼做 如果a就是剛剛前面的checka 它就會直接回傳checka 但是 我們到現在其實還不知道b到底有多少 我們只知道a加b有多少 所以b的做法就是 我們先後面這一段 它是前面這邊一模一樣的東西 它去計算a跟xs跟yx當中 有幾個都有出現的元素 再把它拿去減掉a 減完之後就是我們的b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有計算a跟b的方法了 然後呢 沒有問題呢 先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後面有點難 這麼多 沒有問題 太棒了 好 來 再來我們要提的東西是 function composition 就是組合函式 那它的表示法就是g of fx 這樣子 那它可以寫成這樣子 它的概念就是說它會 假設原本有兩個映射的話 它會把它合併在一起 就是原本f從a到b g從b到c 那g of f的話 就會把它從a到c對應過去 好 那從圖來看就是 從原始有一個原料 它會經過第一個處理 最後一個輸出 它就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好 那我們這邊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來更新我們的資料庫 我們剛剛有 我們有隨機挑選 其實隨機挑選這件事有點不太function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非預期的結果 那不過因為我覺得 為了增加遊戲的趣味性 所以 那code當中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話 其實有隨機這個部分 就是隨機啊輸入這部分 其實都不太function 好 沒關係 那我們要來更新資料集 不是更新我們合法的資料庫 那它吃三個輸入 第一個輸入是list of list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所有資料集 第二個輸入就是我們 問玩家的那一個答案 第三個輸入就是玩家跟我說的 ab組合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個答案跟這個ab組合 來我原始的資料集當中找看 有幾個 也把不合法的資料給去除掉 去除完之後我會回傳一個新的資料集 我在從新的資料集當中去看長度 等於1的話那就是玩家心中的解 大於1的話那就繼續拆吧 好 那這個點就是剛剛提到的合成函式 所以我把answer丟進來之後 answer丟進來之後我會先去 對這個test就是我問玩家的答案 所以把所有的資料集要做filter filter做什麼事情 想要把什麼東西保留 想要保留的是我一個一個先去checkab 這個checkab 因為有我當初問玩家的猜的那個答案 跟所有資料集當中的答案 checkab checkab讓我合得到一組ab 那這個ab要是什麼條件下 這個ab要是符合玩家跟我說的ab 的答案我才會把它保留下來 那經過這個filter之後 我們就更新到了 更新了它那個合法的答案集 所以就透過這幾個函式 這樣子一直互來叫去 那最後就可以猜出玩家心中的答案了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遊戲其實講完了 那剩下的就是隨機啊輸入啊那些不太functional的部分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之後再來聊聊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有興趣看demo嗎 demo就是讓code跑起來而已 有人想玩玩嗎 這邊有麥克風喔 沒有 跟我玩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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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數字 我想問一下有玩過猜數字可以舉個手嗎 好好好謝謝謝謝 那看來大家應該還稍微硬的懂 好那 我當初設計是我 他可以輸入任意長度的 這位穿黑色衣服的帥哥 你來的剛剛好 請你來前面一下 就是你 就是你 不用懷疑 你來的剛剛好 有沒有能夠猜數字 有啊 那現在就是你跟電腦猜吧 完 你知道我們這場在講什麼嗎 你知道我們這場在講什麼嗎 不知道猜數字嗎 對對對 你現在剛好來到最精彩的部分 好好好 不要緊張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 現在請你心中想一個 哇 斷線 好吧 意外總是發生了 不好意思 斷線了 那 痾 斷線 斷線了 那算了吧 沒事謝謝你 很可惜 demo總是永遠有狀況 那 大家對 真的沒問題嗎 請說 那個我想問一下 所以你 就是你要先把那個整個 就是比如說N個長度的list 然後你會把它做全排列 然後去掉那個所有的 deplicate的元素 那 這個過程不會很好支援嗎 因為你其實不需要 因為你可以在 輸入的當下然後去做 就是 去做那一組答案的判斷就好 為什麼你需要做全排列 然後組出所有的狀況呢 哦 對 這個做法其實蠻吃記憶體的 那 大概 四五六位 大概都還可以啦 那 如果你要到十位 十一位這件事情 其實就會 記憶體的 載動其實蠻重的 那 為什麼會這麼做的話 大概就是因為功力不足吧 就是 我覺得 第一步 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好實現的解法 所以我想選擇先以這個方法來解 那 其實 在 Functional Program當中有一個東西叫 有一個概念叫 Lazy Evaluation 那 因為一些 replicate M 它其實 有一點 要實際做做一點複雜 那 Lazy Evaluation就是它 那 你叫它先生成一個 一到一萬的數字 它其實不會真的生成 那 你取 你對它取最後一個元素之後 它也不會真的生成 那 這件事情就可以 省 就可以 避免你剛剛說那個 再用記憶體的這個問題 那 不過因為就是因為剛剛提到 replicate M 這個函式 再加上 再配上filter這件事情 不太能做到 還有就是因為我有做 Ramden這件事情 這幾個元素 對於Lazy Evaluation 都有一些困難 所以最後才沒有用這個方案 這樣子 請說 再補充問一下 那為什麼是用 因為我翻了一下 我覺得它跟我的需求蠻符合的 就把它拿來用了 就是因為它可以 生成所有可能的 生成所有的排隊組合 它從 它的就是replicate M 它就是它可以 它可以 對所有的list當中 抓出我想要的個數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算是蠻符合的 只是 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不排斥重複元素的話 其實 就可以不用 後面這些filter這件事情了 它就可以直接當作合法資料集了 不過因為我個人的玩法是 沒有重複元素 所以我選擇 再做一個filter 把它綠掉 那那個 所以那個M 是monad 所以應該是因為那個M 所以沒辦法做 Lazy evaluation 對對對 那為什麼會用 有M的版本 然後 沒有M的版本 我好像沒有看到 有這個 組合法 哦 對 所以選擇這個方法 好 了解 OK 謝謝這個蠻有意思的 然後 您說到說 那個 當你有很多很多solution的時候 你就 randomly 挑一個solution出來 對 測測測看 那據你所知有任何結果說 是否有任何結果說 怎麼樣挑solution 可以比較快猜到 哦 我目前沒有 遇到 我目前沒有 對這件事情還沒什麼想法 那因為 我目前是用它 HASCAL裡面的 Random挑選 所以 這個部分沒有任何的策略 就只是單純真的隨機挑選 好 謝謝 這場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我們掌聲謝謝阿如 然後 緊接著是 由卡西帶來的 函數四程式 在網頁前端的入門應用 你要 應該這樣就好了 用這個好了 好 等大家移動結束好了 好久不見 真的好久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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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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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